哈喽啊,各位小伙伴们,各位朋友们,大家好呀,我是小斌 今年已经是2021年了,牛年的第一天了 在这里,小斌祝各位小伙伴们新年快乐,万事如意,新小事成,牛气冲天呀 那作为牛年的第一天,咱们必须要吃一顿和牛肉有关的美食了 听说,最近必顺客听出了一款牛年限定,新春牛排套餐 听上去非常的高大商量,那我们废话不多说,马上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发去看看 这个牛年限定牛排套餐,里面究竟有点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吃这个必顺客的牛年限定套餐 那咱们就吃这个牛年大鸡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必胜客 牛年新春现地牛排套餐 东西还是非常的丰富 两个人吃绝对是够的 那我们赶紧来一一品尝一下吧 先来尝一个这个凤尾虾 必须要蘸一点这个沙拉酱 哇 哇 这个凤尾虾依然还是老味道 香香脆脆 虾味十足 味道棒棒的呀 再来尝一下这个鸡翅 再来尝一下这个大鸡翅 这应该是二凉风味的感觉 外面是色泽 非常的诱人呀 对啊不多说赶紧来尝一下 哇 这个鸡肉真的是非常的香嫩 烤得非常的油光浅浅 非常的好吃呀 这个鸡翅我也挺推荐大家来尝一下的呀 真不错呀 接着吃的有点干了 先来喝一口这个奶茶 嗯 奶味非常的足 这个奶茶非常的丝滑 茶的味道也不少 味道还可以 挺不错的 对它下面呢还有一粒粒小的这个珍珠 珍珠也不硬 非常的软 入口即化呀 那我们赶紧来尝一下今天这个主食 牛排还有这个蛋包饭 先来尝一下这个牛排 那我们现在先来尝一下这个安格斯后切牛排 这个套餐里面第一个带牛子的这个美食了 那我们先来尝一下 那我们先来切一下这个牛肉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牛肉到底怎么样 先来切一刀 哇 非常的好切呀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原因 所以牛肉的熟度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牛肉的质感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安格斯牛肉的质感看上去还挺不错的 那我刚刚也品尝了一下这个安格斯后切牛肉 这个牛排它这个肉质非常的软嫩 吃上去的口感又不失牛排的味道 还是非常有嚼劲的 那这个牛肉搭配这个烧烤香 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吃的 强烈推荐大家来尝一下这个安格斯后切牛排 接着呢 小姐姐帮我们把这个流心鸡蛋给打开来 在这个流心鸡蛋上面浇入这个香喷喷的 咖喱牛肉酱 那我们这一道流金闪耀 咖喱牛肉蛋包饭就算完成了 好 我们赶紧来尝一下这个蛋包饭的味道究竟怎么样吧 它这个蛋里面是流心鸡的 这个蛋也是非常的滑嫩 非常的好吃呀 哇塞 这个蛋吃到嘴里真的是入口即化呀 真香真好吃呀 那我再来说一下它这个牛肉 这个牛肉非常的嫩 这个咖喱非常的香啊 和蛋包饭整个混在一起 真的是太完美了呀 嗯 OK 那我们这一期的这个必胜客 新春牛年限定牛排套餐 那我已经都吃完了 味道的话还是挺不错的 挺推薦小伙伴们来尝一下这个牛年新春套餐的呀 味道真不错呀 那也祝各位小伙伴们牛气冲天呀 那我这一期视频差不多就结束了 那喜欢我视频的话 给我来一个大大的点赞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